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去必须把它贴上 贴起来 时隔三年能再次搭小三通客船回家过年的心情是激动的 在武汉大学学医的杨一宇 不忘同学们想吃地道台湾美食的愿望 她已经罗列好牛渣糖 凤梨酥等清单 准备和母亲一起从金门回台湾采购 开学后带给同学们吃个够 很激动 很开心 因为终于可以回家了 就会回一下台湾 然后可以买好吃的 很有过年的气氛 因为三年都没有这种感觉 之前那个老的码头好像也没有做得这么 这么的就是很有年味 今年感觉特别不一样 而且又三年没回 加上这个心情又激动 所以感觉 哇 看起来哪里都是好看 在武通码头出入境现场 喜气洋洋的童星专区吸引了不少旅客 趁着船班还没启程前 他们抓紧时间让编检民警帮忙拍照留念 还有的金门乡亲走到童星留言板 写下新春美好的祝福 因为还没有完全开放 所以就是人潮也没有到很多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回复到之前那样子的人潮 这样子会比较方便 因为主要也是节省的时间 金门的话就不用到台湾本岛再来这边 就是节省了时间 随着夏京小三通 客运航线于1月7号部分恢复通航 截至1月21号 已近2000人次通关 预计春节小长假期间 武通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流量约100余人次 为提升同胞往来的通关体验 厦门高旗边检站 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举措 打造温暖祥和的通关氛围 我觉得非常的亲切 因为几年前每天我们就是在这个码头迎来送往两岸的同胞 在节日里我们总会营造一些口岸的氛围 温暖旅客的回乡路 那今年回到这个现场 看到码头恢复了以往的忙碌 听到了台胞熟悉的响音就觉得非常的亲切 多年执勤小三通客运航线查验工作的戴娜 三年后重新回到武通码头 这里虽更换升级了验证台等设备 看起来有些陌生 但在她眼里人是最熟悉的岗位 戴娜告诉中心社记者 编检工作不是简单程序的重复 在节日期间更是心与心的交流 我们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是在查验不同旅客的证件 看似重复 但实际上每一个旅客在通关的时候 他们都有他们的背后的一些故事 我们在前台为他们提供帮助 在前台跟他们提供边检服务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一个正向的心与心的交流 实际上是一种情感的流动 浓浓的年味养溢在回家的路上 归星四舰的旅客们快速通关验票 登上了前往金门的客船 随着揽神一个个解开 客船缓缓驶离码头 在和金门船务人员热情招手 相约兔年再见后 执勤的边检民警面朝大海 守望春暖花开